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人信奉巴黎式的印度教 不像我们过农历年 他们过的是沙卡丽的新年 类似大年初一的安宁日 大概在3到4月间 前一晚就是画面上的甘鬼节 我们会在除夕放鞭炮吃年月饭 被亲戚逼问薪水和感情生活 他们则会扛着大型妖怪 像我们在宋诺众楚沙一样拥接 让我们是生人回避 他们却是共襄盛举 最后放火烧掉妖怪 象征赶走妖魔鬼怪和过去一年的厄运 巴黎岛的安宁日 我们叫巴黎岛的新年 他们有做那个欧狗欧狗 在1982年时候才开始的 巴黎岛人非常热衷赶鬼节 会提前返乡 制作两三层楼高的巨大妖怪 做工非常精细 表情猙獰的模样 看起来好可怕 大小朋友兴奋地扛着村村妖怪练习 人家原本凶狠地提着一颗头 结果被他们摇到自己的头也断了 真的有够惨 当天三四点店家就会关门 大家一起出来共享盛举 欣赏妖怪游行以及各种表演 越玩越热闹 但到了隔天气氛完全逆转 我们的大年初一总是热热闹闹 但巴黎岛的安宁日却是一片宁静 店家在这一天不能开门 全岛电视网路中断 政府还下令机场关闭不能起降 家家户户都不准开灯 每一个游客 包括他们当地的还是哪里来都一样 大家好好在家里不能出门的 他们认为新年第一天就应该待在家里 反省过去一年的过失 所以组织护卫队取缔不守规矩的人 他们发现苹果偷偷空拍 立刻找上门扣押空拍机一天 真的非常严格 从热闹到寂静 大家如果有机会 不妨来巴黎岛体验这么特别的新年 地方中心巴黎岛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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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